這個是藍色派到心嗎 不是 是一般的 我們講的藍植海性 和特別形狀 做得像賓士一樣的樣子 這叫做賓士包 就是這裡訂單 街道爆表的K糖包 我們現在來到 傳說市小琉球的加勒比海 在這裡是潮間帶 剛好是退潮時間 很多生物都已經浮出來了 我們剛好請到洪教練 來幫我們看看 然後是不是潮間帶 不用像浮潛一樣那麼重裝備 只要有一個膠鞋就可以了 對 然後輕便的衣服就好 輕便的衣服再加上那個 防水的鞋子 好 記得防曬要拆厚一點 記得防曬要拆厚一點 來 出去看喔 這種叫做螳螂蝦 香港人講的 殺尿蝦 我們台灣講的蝦菇 它又跑掉了 它前面有兩個彈片要注意 不能通觸到 不然就彈到會破血 真的喔 好強喔 有攻擊性 像螳螂一樣 對… 特別的是 和其他的泥岸朝鮮比起來 這裡不但生長了許多海草 還有繽紛多彩的海底生物 不過出發前很重要的 要聽教練的注意守則 就底下有沒有看到生物的 塑料很密集對不對 對 這個是黑海參 黑海參一般它喜歡 把那些泥沙子附著它在身上 方便它偽裝跟散熱 不然其實水溫的還滿高的 真的耶 不是想像這種冰冰涼涼涼的 對啊 其實這邊也是我們俗稱的地雷區 澆園上滿滿的都是海膽 除了黑色以外 還有不同的顏色 原來是不同品種 有些有毒不能濕 不過為了保護這裡的環境 統統都不可以捕食 這是什麼好漂亮喔 這個就是以前古時候的貨幣 它叫金環保羅 我們小時候都拿這種在玩彈珠 彈人家 彈到很痛真的很痛 旁邊這個是海參的大便 小心 海參大便 小心 很噁心對不對 其實海參是對我們大海 很有幫助的 它會幫我們清理泥沙塵 好 塗出來就乾淨的沙汁了 這邊還有一些很像那個 有看到嗎 很像海鮮的東西 它不是海鮮嗎 它就是我們俗稱的羊穗族 摸摸摸的感覺有沒有 很像它術蓄摸起來 有點刺刺的 摸久了之後 很像舌的鳞片 有鳞片的感覺 你連舌的鳞片都摸過 你還有什麼沒摸過的 它舌又不一定會有對不對 好 把它放回去 這個我真的不敢摸 好恐怖喔 在清涼的海水中 炙熱的陽光 好像都不那麼曬人了 這裡的海水很清澈 海底的珊瑚礁岩或是魚群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希望這片海岸的美麗 能夠繼續維持 讓這裡的小生物 可以好好的生活 有蛇耶 這個是爛魚 好 你敢抓嗎 盡量不要去摸它 你不要抓它 它整公里就像刀子一樣 好…你不要抓它 好…你不要抓它 這個是藍色派刀星嗎 不是 是一般的我們講的藍直海星 是五個 一個一個 還有五個手指有沒有 這是真的嗎 還是標本 對 這個是真的活的 你看它慢慢變形 很像那種塑膠的玩具對不對 對啊 超像的 而且顏色超新鮮 可以摸嗎 可以摸摸 摸是什麼感覺 硬硬的 在底下有沒有 一整排都是它的鋸齒有沒有 這就是它的鴨翅 對… 我們再慢慢把它放回去 它其實有慢慢在變形 它慢慢變形 它軟的 它有一定的硬度 它其實是軟的 這片海 記錄著是 爺爺成長的所有記憶 隨手拈來就是一個個故事 親切地為遊客 介紹這一片它熱愛的海洋 園區中裝點著的漂流木藝術品 像是鞦韆椅 各種形狀的小椅子 和屋內的木製家具等等 都是一家人 利用平常的時間手工製作的 哇 二哥 這些全部都是漂流木嗎 對啊 像這些 上面這些 櫃台這些 做剩的 那當初怎麼會想要剪這些漂流木 來做這個藝術啊 就怕我們海岸線 要會有漂過來 它要製造彰化 破壞山胡椒 我們就隨性給它撿起來這樣 因為漂流木會把它 破壞山胡椒生態把它撞壞了嘛 對不對 所以到時候只是把它撿起來 之後就突發奇想 可以做這些東西 對啊 備物利用 對啊 好有意思喔 而且這個霸台也太酷了吧 這漂流木當初怎麼想說 把它做成霸台啊 就這支漂流木有夠大 它當櫃台的面積有夠大 對啊 剛剛好耶 就給它取下去做霸台 而且這是檜木對不對 對 那個是台灣檜木 對 那這個呢 這個好特別喔 這個喔 這個是手機架 我自己在用的手機架 看看 而且你看它放上去啊 還真的是一個藝術品 滿平穩的 而且很穩耶 整個就藝術起來了 而且這根本就是 大自然的藝術家幫你雕刻的 對不對 對 很有意思耶 那還有呢 那你帶我去撿漂流木好不好 好 好 走吧 走 這邊 原來這些漂流木都是因為 颱風或各種因素 從台灣本島漂流過來 數量太多時 還會影響到當地的海岸生態 因此為了投入淨灘活動 蔡大哥一家人就養成了到海邊 檢食漂流木的習慣 而這些奇心怪狀的木頭 也成了藝術的創作材料 跟著二哥去淨灘囉 費盡千辛萬苦 小心 終於找到了 這就是漂流木嗎 對 這個就是漂過來 漂流木 那我們就這樣把它撿回去對不對 對 好 我們現在就要在這一堆 對 裡面找我們要的 對 我們要的撿上去 好 漂流木DIY開始了 這看起來漂流木 每一個都是沒有規則的 這就是它的規則 對 這就是照自己想要的方式 就拼湊湊出自己的一個藝術品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我 對 那個掛衫 掛衣服 掛衣服 掛帽子 好 然後呢 好 這邊我們要打結 好 才不會掉 OK 對 這樣子啊 就用非無力用 變成獨語無二的藝術品了 對 這樣就可以掛帽子了 而且掛帽子一定很有味道 對 我對掛著 完成 完成 位於大浦漁港附近 這一座有鐵皮簡單搭設的店面 每到上午就聚集大批人潮 搶著排隊購買早餐 這裡是一間同時受到當地人 和觀光客喜愛的傳統早餐店 島上許多民宿的早餐 也是紅媽媽負責供應的喔 一進來這個早餐就覺得好熱鬧喔 大家都好忙碌 你看起來它的那個點餐盤 只有小小一塊 但是這裡面的東西是應有盡有 而且是中西合璧喔 紅媽媽 對 早安 我來吃早餐了 來 這裡的早餐因為人真的太多 所以他們才自助式人 想吃什麼就夾在這邊這樣 然後再跟老闆結帳 乾杯 對 我們準備去吃早餐了 走囉 這個就是讓琉球人 還有來過琉球人 最懷念的早餐了 好豐盛喔 一定要跟大家先介紹這個 它很特別形狀做得像賓士一樣的樣子 這叫做賓士包 就是這裡訂單接到爆表的K糖包 你看 裡面就是很滑順的K糖 流出來了 吃吃看 K糖甜甜香香的 還有台灣早餐店 絕對一定要有的豆漿 聽說這隻老闆 他們每天早上2點 就要起來自己磨豆喔 煮著豆漿 果然好好吃喔 這個它有特別標示的 就是具有小琉球特色的包子 就是它 黑糖包 趁熱吃的時候 會有甜甜的黑糖汁流出來 看起來是不是非常美味啊 不過小心燙口喔 這可是小琉球非常熱門的早餐選擇 但是如果喜歡鹹味早餐的朋友 也別擔心 還可以嘗試紮實的蔥花條 吃完甜的就會想吃一點鹹的 這個一定要有跟大家特別介紹的 一定要介紹這個 蔥花條 你看 它就是這樣麵條 再撒上蔥花 然後捲一捲下去用炸的 聞起來都會有蔥花的味道耶 這個好吃 就是覺得它吃起來 看起來好像會油油膩膩的 但是它不會耶 搭配上那個蔥花的味道啊 就是你好像就只是在吃蔥花的感覺 很有口感 非常好 然後啊 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 就是做法很特別的蛋餅 在台灣幾乎很少看到人這樣做 就是啊 你知道它上面紅紅的這是什麼嗎 你以為是培根蛋餅嗎 這裡沒有 這邊它加的是香腸啦 然後呢 它加的醬啊 它也不是用一般的 像醬油膏那樣的醬 他們是用加在 碗粿上面的那種醬 試試看 聽說啊 大家都說超好吃的 它蛋餅好厚喔 而且呢 它加上那個是 它加的是香腸 會增加它的那個軟度 而不是像培根柴柴的感覺喔 將麵糊直接倒在鐵板上 再鋪上切片的香腸 還有蔥蛋汁 慢慢煎熟的蛋餅皮 比一般的蛋餅還有厚度 最後淋上一層自製的醬料 這就是小琉球媽媽風味的 香腸蛋餅 讓你每一口都很滿足 侯媽媽媽說 就是要讓你吃飽飽啦 哇 這個呢 就是琉球粿 但是它做法很特別有兩種 看得出來吧 這個是用煎的 這個是用炸的 吃起來不知道有什麼不一樣 現在試試看 這琉球粿真的非常好吃 外面的麵皮油炸得非常酥 因為是現炸的 很酥很脆 裡面的芋頭粿又Q又香 很有嚼勁 非常好吃的 有阿嬤手藝的古早味 會想一口接著一口 這個琉球粿太強大了 逸琳是很自豪自己阿嬤做的粿 這個來PK看看 它是煎的粿跟炸的有一點點不一樣 就是煎的它炸的 它雖然口感是酥酥脆脆的 但是它會有一點點 蓋掉粿的味道 如果你想吃完全是粿的味道的話 要吃煎的 好軟好好吃喔 這杯子 我覺得很酷 有一點點不一樣 是要吃的 來說 那種東西 是要吃的 味道 跟我們說 有一點點不一樣 有一點點不一樣